大家知道我们台湾推动妇女与婚姻平权的战将是谁吗 游美女 没错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游美女律师 游美女律师目前担任全国律师联合会理事长 今天他将以从妇女运动到婚姻平权的漫漫长度为主题 进行粘题演讲 聆听他30多年来勇敢站在第一线 为女性发生的奋斗历程及女性相关的法律问题 现在就叫我们热烈掌声 欢迎游美女律师 我们的这个廖委员 还有就是你主编 然后我们的律师 以及我们所有的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跟各位分享台湾的妇女运动 从妇女运动到性格平权的运动 这满满的长路 那当然今天一方也跟我提说最近MeToo政康 那是不是也可以讲一下MeToo的事件 当然在这过程里面其实一定会提到 所以我们来看看台湾的妇女运动到底怎么走过来的 因为最近台湾自从同婚法案通过之后 真的在国际上是非常的亮眼 所以国际媒体一天到晚都会来台湾采访 那他们第一句话就会问说 台湾是怎么做到的 那你们台湾为什么能够这么地进步 那我说 然后他们最喜欢问的就是 那你们的策略又是什么 我说我们台湾其实也是从戒眼时期 那从男跟女背 然后呢从这样一路走过来 那也是大家遇到各种问题 因为要存活下去 所以面对问题就要去想办法去解决它 所以妇女运动呢 其实就是每天面对问题想办法 然后往前冲 那一冲呢就冲了50年 那去年呢 雨秀典呢 她还庆祝这所谓的女性主义50年 所以50年呢 再回过头来看 我们到底有没有策略 看看呢 还真的有一些的脉络 所以我就把这些的脉络整理出来 那这个脉络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第一个就是从性别意识的觉醒 以前没有性别这两个字 以前我们叫做妇女 所以妇女意识的觉醒 开始 当你意识没有觉醒 你是看不到问题的 所以你必须从妇女意识的觉醒之后呢 那刚好遇到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后来开始去修改法律 所以那修改法律呢 到今天为止 其实呢 这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特色 就是所有跟妇女工人选跟弱势有关的法律 全部都是民研团体自己立法 然后送到立法院 然后再去跟立委呢 去游说 然后最后呢 折充遵循最后突破 所以这成为呢 我们也在世界上有一个亮点 因为各国的法律一定是从上而下而之定 那只有我们跟人选跟妇女跟弱势跟儿童有关的法律 都是由下而上的一个进展 然后法律制定了之后呢 发现说 那谁去执行啊 政府当那个动的话 那个法律放在那里也没用 所以我们就从制度的改革去敲政府的门 让政府的门打开 所以后来呢 行政院成立的妇女权力促进委员会 让行政院长跟各部会的部长 再加上民间妇女团力的代表跟专家选择 一起坐下来来开院会来决定台湾的妇女政策 好那那妇女政策决定了之后谁去执行 当然就各个部会列管 所以呢这样子的效果就出来了 可是谁在提案 当然还是我们这些妇女朋友啊 可是我们妇女大家都是各有自己的专业 平常拿个钥匙 然后政府通知开会去 然后拿个两千块 可是又要讲什么 所以就会变成你一言五欲 大家随便乱抛议案 大家觉得说既然在决定我们台湾的妇女政策 那当然应该要有体系 有这个进度 所以后来大家就说 联合国有一个CITAL公约 消除对妇女建训是其事公约 那因为我们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所以我们就逼政府去签署 那签署了之后联合国会接受啊 那怎么办 我们就把它变成内国法 变成一个施行法 变成内国法 那既然是内国法 政府就要去做 然后它有一个机器就是你政府呢 先过的那一年要写国家报告 那政府写国家报告一定讲说自己多棒多棒 然后呢 每天团体可以去写一次报告 一直给政府出席 对不对 杜沉杜潮 然后就说你什么没做到什么 没做到什么没做到 政府说他做了一百分 每天团体说你不及格 好那国外的专家呢 他们因为要送到联合国去 联合国不接受 然后就把联合国的退休的专家 请到台湾来 然后呢 他就先看每天团体的报告 然后就问政府说为什么明天团体对你这么不满意 然后呢 就最后呢 政府回答的不好的 就写下建议 然后四年后 你政府再必须跟我报告说 你这四年做了什么 你的进展是什么 那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我们的妇女的权利呢 能够一直往前进 说你才能够在两千年 出现低位的女性的副总统 那2016年出现低位的女性的总统 然后国会的议员能够占有百分之四十几 那在地方的税制首长也都超过百分之四十几 那当然大家可能说 那这个不是女权太高张了吗 不用担心 我们的行政院的女性的官员 只有百分之十而已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东西 其实这条路还是满满的长路 所以呢 这些呢 就从女性意识的一个觉醒 那女性意识的觉醒 当然要谈到的就是从1970 我们是在1987年 民国76年解岩 所以在1970年代的时候 还是在戒严时期 所以呢 我相信在座有些呢 已经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成长在戒严时期 出生在戒严时期 也成长在戒严时期 所以整个受的教育 也都是戒严时期的教育 所以在戒严时期 实际上它的特色是什么 标准答案 所有的都是告诉我们的 然后呢 要讲的就是 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 不能够问国家 能够为你做什么 所以是只有义务 没有权利的时代 所以呢 在他一个年代里面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吕秀妮 我们前部总统 她开了第一枪 她在1970年代 就是年国60年的时候呢 她写的那边的 这个妇女的这个文章呢 就是女性的在传统角色的地位 李秀妮是我台湾的群结 法律系的群结 你讲法律人写的东西 她一定会什么 一定会碰触到权利嘛 所以呢 她在讲妇女的传统角色里面 当然就是在讲 妇女的地位的一个不平等 所以她的文章出来之后 当然就是群情发染 当然在场的有知 然后PIKI的也有知 但是呢 她也就非常的勇敢 所以她用自己的力量呢 找了一些人 就成立了通光者出版社 跟保护女专线 那大家一定很困惑 在今年时期 我们所有的权利是被剥夺的 我们没有机会节省的自由 没有言论的自由 没有通交信仰的自由 所以在那时候 怎么有可能成立通光者出版社 怎么有可能成立保护女专线呢 那当然后来发现什么 政府这一只眼 第一只眼 原来她在通光者出版社的经理 就是特务 然后保护女专线也是被渗透的 所以实际上她是24小时被监控的 所以后来当然就关起来了 那关起来之后呢 当然她就出国去了 到美国去了 后来她拿到哈佛的博士候选人的时候 刚好发生了中美断交 当然是中华民国 然后发现这个讯息呢 台湾呢怎么样都没有讯息 所以她就问她指导教授说 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应该 回去告诉我的同胞 那指导教授告诉她说 如果你继续留下来写你的论文 像本来可能能乱是nobody 然后如果你回去 如果你的国家需要你回去 也许有一天你会变成safety 所以她就依然觉得来个放心 她的学会就回到台湾来 然后参加了美利导杂志社 那美利导杂志社是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在建议时期 只能够看国家给你看的 所以国家不能够看的 就是地下杂志 地下杂志是所谓的党外杂志 那些事场要有人去通报 那你大概就很会被抓去玩 所以我们白色恐怖就是博士会啊 如果三个人在一起博士 就会被抓走 所以在那么一个情况之下呢 当然后来她发生了美利导事件 那就是她用在这个十二月十号 人群地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大型的群会 那当然我们没有一定会结设的自由啊 设备在到处部分的整个包围 那当然里面也是有被渗透 所以大家去想美利导事件 去看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你就可以了解 那这大概就是我们当年的美利导事件 所以呢事实上也就被渗透 然后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人就开始攻击警察 那当作电视发明出来 就是警察被打得头破泄流 然后就是这一局就是中共 就是那时候我们叫做共匪 共匪的同路人 然后就是要颠覆国家的 所以就开始来大势的抓人 那抓人其实应该是在当时 独在场的人 可是像林英雄 根本没有去参加 就会一样被抓 这些就是利用分的机会 打击一击 整个全部都关起来了 那因为这样子呢 在人力导事件里就会入狱以后 那当时的那在成立 托王者出版社跟保护理关系的 像女人跟他们 他们就觉得 因为在那里非常树杀的一个年代里面 一定要跟谁手 可能就被抓走 就像这个张立英 然后他就把施明德 就开始大逃亡 所以张立英就把施明德去整容 那张立英雄也进去了 然后呢像做那个高务师 当然这个产命 这个施明德 当然到去年被抓走的 所以只要没有关系的那就可以被抓走 你只在那一个塑造的年代里面 这些人就在想 我们可以做一点事 他们就想到 我们要什么 要信给女性一起的决心 来开个杂志社 所以呢那时候就成立一个 妇女心知杂志 那妇女心知杂志 我一直很困惑 我一直不敢问 所以不是没有 这个出版的自由吗 我们怎么能够成立杂志社 后来呢 我们的发行的人 正好跟我讲 当然是透过国民党的高层去疏通 所以呢 他每个月呢 要去跟警备总部的人去喝咖啡 他们就要去报告你的杂志 写了什么等等 OK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从头过来的也没有人被抓走 所以呢 那妇女心知杂志呢 就是一个V5 我们知道A字的一半就是V5 V5那个小小的黑白的杂志 所以你要把它放到市场上去卖 根本没有生意啊 所以每个月我们在送去 然后月底就再搬回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反正就开始 大家非常认真的去写 然后呢 到了1984年的时候 1982年就成立了妇女心知杂志 那1984年的时候 因为大家在想说 我们能够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去做了一个 在当时非常非常新鸣的问卷调查 那时候问卷调查是什么 性骚扰是多少 所以大家知道 性骚扰这个名词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新鸣的一个名词 那时候叫做 sexual harassment 大家会晓得sexual harassment 从国外引进来 到底要怎么翻译 所以呢 就一群人 然后鸡嘴巴折 后来就把它翻成性骚扰 所以用这个去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说你在这辈子里面 你有被性骚扰的经验 有多少 结果高了84%的妇女朋友都有这个经验 所以我们利用妇女节 国际妇女节 3月8号的时候 把它通出发布出来 哇 3月8号国际妇女节 所有的媒体都要报导妇女的议题 可是在近年时期 因为我们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 所以所有的民间团体都不能够成立 妇女团体也不能成立 但是只有副公会 副联会跟副女会可以成立 因为副公会跟副联会就是 江宋美宁的 那副女会就是各县市的县市长的夫人 所以大家可以成立 其他都不准成立 所以这些婦女团体 他们做的是什么 因为在当那个传统的时代 他们要做也就是政府的 帮助政府的任务 所以就是要去 我们要反攻大陆 所以他要去 帮归问军 responder軍 然后呢要去逢政医 然后呢要归幸福尔 然后要插发温rim比赛 所以每年妇女节 都是报导这些东西 突然看到一个 无间金传的 富米心思杂志 發表一個性騷擾是多少高檔84%的婦女朋友 都有被性騷擾的經驗 說實在大家都不知道性騷擾是什麼 但是在戒嚴時期 所有的性是只能夠做 不能夠說的 所以整個社會是被壓抑的 突然看到性騷擾 騷擾到兩感 只要看到第一個字是性 這個社會都非常的興奮了 所以可以把它當作通條來報導 哇 啊 我們婦女的議題從來都是在婦女家庭上 她不會除了有殺人被傷 才會跑到社會班 今天突然變成國家大事 變得跑到土板去了 我們就抓到了 OK 每一年的婦女節 就是我們開始泡議題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開始定每一年的 譬如說婦女工作年 為什麼婦女到工作職場 你就要欠欠結束 結婚 懷孕 就要自動離職 為什麼很多的考試限男性 那為什麼 然後婦女工作年 譬如說婦女家庭主婦年 婦女結了婚以後 所有的財產都被先生所有 那家庭主婦的財產到底在哪裡 或是婦女參政年 對不對 我們的憲法規定 婦女的財政保障領額十分之一 那是一個最低的門檻 跟她就變成最高的門檻 所有的東西婦女就是十分之一 可是我們是在有二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我們就開始每一年 把這樣的議題丟出來 就定了一個主題 因為我們就稱為丟炸彈 每一年丟出一個主題之後 當她成為後來我就跑了 當然跑的時候 我們再去想一年的主題 用這樣的方式 開始當社會去發動 社會去想想 我們的婦女 我們的角色定位 我們的權力到底在哪裡 所以後來呢 當年1987年 就是剛好結婚那一年 那在這個之前 其實就 在這個之前我剛才講過 女性到工作職場 你一定就會拿一張 切結書 老闆就叫你欠 節目懷孕 要自動離職 所有的婦女朋友 大家的平安 moment 真的就乖乖地回去 然後就是其實最早的就是 第一次出來的抗爭的 其實就是實性 實性的這個就是擠兌案 那後來實性呢 就由合庫來接管 那實性呢原來有規定說 你結婚還要自動離職 但是呢公司會給你一個紅包 那後來實性擠兌了 那倒閉了 就合庫來接管 那合庫呢因為在前一年呢 這個已經政府下令 才政府下令 要把這個籠擠飛掉 所以呢實性的這些女性 員工就很高興說 哇合庫來接管了 所以呢我們就不用離職了 但是合庫來說 所有的權利義務 依照你們來的規定 所以呢你實性的員工呢 該走的還是要走路 那這些女性員工說 可是合庫的 他們沒有這種規定 為什麼你們規定 他說你們合庫是來接管你們 所以你們來用你們的 然後他說好 那用我們的至少 你還有那個紅包啊 然後呢 當然就要求 你至少要給我這一瓶紅包 因為那時候 沒有所謂的資檢費 那後來呢 當然合庫說 你實性都沒錢 我哪有錢給你紅包 所以不給 所以這些婦女朋友 在法院去告 那告當然他主要說 就是負負男女平等什麼等等 但是法院 男女平等這個完全不碰觸 然後呢 他直接後來呢 派這些人去敗訴 敗訴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呢 因為實性呢 發生了起兌 所以他原來呢 要給這些的婦女朋友 一個紅包 他說因為我贈餘 所以呢 他贈餘人呢 他的財務經濟 說他是重大 其實變更的時候呢 他是怎樣 他是可以撤銷的 所以呢 合庫呢 把這個撤銷掉 因為實性已經保密了嘛 所以呢 合庫接管 所以他這個 在權人呢 他已經這個 沒有辦法寄付了 所以他撤銷掉 這是合法的 所以呢 判女性敗訴 那原來這個案子 大家非常期待說 他能夠去生理保護 他會解釋 你會滿憲法 第七條 男女平等 但是呢 因為大法法完全不控訴 男女平等的問題 所以是用正語 好啊 那你就沒話講 因為你派水敗訴 不是跟男女平等 不完全就是正語啊 所以呢 這個案子就這樣過去了 那後來到了1987年呢 就是得命的時候 就發生了補婦紀念碼事件 那這時候呢 這些的婦女朋友 他們就集結起來 都有57位女性的員工 因為他們規定說 你結婚懷孕 還包發年滿30歲 就要自動離職 所以呢 大家知道 當局變22歲 服務滿巴黎 然後年滿30歲 所以呢 所有的這些57位的女性的員工 全部推到國父紀念碼的通知說 將會限期走路 那他們說 為什麼跟我考進來 男性不用走路 為什麼會要走路 何況所有的巴黎 資深公務也 為什麼會要走路 所以他們當然就不服 就要集結起來 就委託律師 然後發佈一個組織信案 給國父紀念碼 說明這個明顯 會被憲法比其他 中華民國人命 在法律上 部分男人在法律上秘密的 但是國父紀念碼的回心還好 他一回心真的是 引起父母團體的重路 為什麼 因為呢 他上面是大大寫的 他說我們招跑 這些女生 都是要當接待員 接待員 就是當外賓來的時候 接著外賓 接受中華無物之美 因此必須要 就要移永端莊 換句話說 年滿三十歲 又人老豬華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嘛 對不對 所有的航空公司 所有的空中小姐 不是都要年輕貌美嗎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當然 雖然那時候 沒有婦女團體 因為全部都不能成立 但是地下體是怎麼樣 大家就 浩浩浩浩浩 就在台電上 大家去搭亂 搭亂 搭亂 所以浩浩浩浩 那最後一段呢 得到二十個人 但是呢 所有媒體都來了 當然幾輩子 比較大學都來了 看看這一群人 有沒有違反機會都行法 當然是違反啊 但是呢 因為怎麼樣 這一群人 造不了反的啦 所有的媒體都在哪裡 所以我們都沒有人被抓走 好 那他 國父經驗館啊 怎麼樣 他讓你賞好幾隻 態度很強硬 他就說是你們違約 不是我違約 當初沒有人 強迫你簽那個見解書 所以到七位自有原則 是你違約 不是我違約 所以呢 怎麼辦 他說我愛男照辦 所以呢 就只好 大家都怎麼樣 就到他上幾個外機外機 要過去 所以他最後一部呢 最後一部說 你不是廢職了嗎 因為我剛剛講 才更不在前一年 都把它廢職掉了 然後他說沒有啊 所以最後一部還在查 原來他還沒廢職 他不只是國父紀念房 包括中間紀念堂 歷史博物館 這個美術館 全部都有這個樓盔 所以教育部就說話了 要把這個樓盔 全部廢職掉 所以國父紀念館當然 就要聽話了 那聽話了 那怎麼樣 他就反而改成一年一聘 所以這些婦女朋友說 那我今年留下 我明年還是要走路 所以他就很氣 就說 好啦 我的律師都已經 撤電盤了 對不對 所以這張法院去到 他到這個國父紀念館 好 你要告人家 一定要有什麼 起求權的分居 你根據什麼法定期條 你的權利才有啊 結果我們翻篇 又把全書長不到一個條文 所以說 人家想說 啊怎麼會這樣怎麼辦 所以呢 有一天呢 正在這個窮土默目的時候 遇到 財松林 我們副理新知基金會的 第二隊董事長 葛慶榮的先生 財松林是當時 校信會的董事長 他也是我們所謂的社會良心 他就說 有美女 沒有法 不會自己立 我說我不是立委 我有什麼立法 他說我們消費者 我們要去基金會 我們就訂了一個 消費者保護法 因為那時候 消費者電動就如火零土 所以政府也訂了一個 消費者保護法 但是政府的消費者保護法 是在保護企業局的 所以呢 那美國呢 他們有在台灣 有一個亞洲基金會 這亞洲基金會 就是美國的國民業所設立的 他們其實就是在 所謂的協助開放中國家民主法 所以呢 他就協助了消費金會 就是訂了一個 消費者保護法 那最後呢 當然就訂了 就通過了消費者的 行進會的 消費者比較行進會的保護法 那個消費者保護法 那他們就說 立可以立法 我們也可以立法 他說 所以我們才叫我們去立啊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走 上了立法的一個 的一個立程 那我們怎麼立法 怎麼協調了 根本不懂 所以 那他們就是不斷去學習 到聯合國去找資料 然後那時候沒有手機 也沒有電腦 所有的全部都是好寫信 然後這樣子呢 終於把一個 訂了一個難語 工作平等法 那為什麼訂一個難語 工作平等法 因為我們在思索說 為什麼女生在工作職場 一直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所以主要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要生小孩 那我們要看好的 育兒是誰的責任 是女人個別的責任 還是國家社會的責任 當然企業比如說 我來給你信 你給我寫信 你到底在哪裡啊 你怎麼可以往到我的身上 我沒有給你信 可是我們要去看 好 今天 你說育兒是女人個別的責任 那不是國家的責任 那你國家你怎樣存活 我們說兒童是國家會來主任 所以我們現在怎樣 他變成國安議題了 對不對 女人不生 好我不生總可以吧 不生先讓黨 國家沒有下一代 對不對 少子化的問題 真的已經想進 非常的痛痛 然後想進各種辦法 就是救不起來 好 那企業主 你有沒有勞動力 沒有下一代你哪有勞動力 所以呢 事實上勞動力的再生產 再生產其實就是你的勞動力 而且你部主 你今天人家把孩子生下來 照顧然後養育栽培 最後你是解現成的 就直接來用來幫你賺錢 你怎麼能夠說你沒有設備責任呢 所以我們訂了一個難民工作平等法 其實我們就要從源頭裡面去看 育兒到底是誰的責任 只有把育兒的責任 從女性的身上卸下來 女性才有可能在工作之上 跟男性平起平坐 否則女性只要懷孕 就被擋住去家裡 去相處教職 所以你可以這樣 所以在神秘工作平等法裡面 就會訂了所有所謂的這個 育嬰家 就是前面的就是因為 我要生產 所以我會有月經 所以我會有前面的生理家 然後呢 我這個前面的 那後來加了產檢家 然後當時我沒有 就說好那產家 那產家還有賠產家 先生家來賠產 然後呢 生了之後當然要暈假 然後小孩子小時候 叫禮照公假 那這些全部都是在 為了五國家的下一代 不是為女人的 個別的利益 所以呢 那時候呢 我們就訂了這樣一個 來賠優工作平等法 當然就引起企業主的大反彈 因為他們全部所有的家 都是這家公主的成本的負擔 所以他們就直接上書裡 跟會動頭說 這是企業春酒的十大二王之一 所以呢 就從此就被拼入到 那動物戶裡面去了 但是這個法它的一個重要性 能在哪裡 它其實就是我父女朋友 開始從一個婚姻家體 從私的領域裡面 開始走到公的領域 開始去學習說 欸我家大事是什麼 然後呢我怎樣去立法 那立法之後呢 我們每個立委都不認得啊 啊我這個法又不會長假 他不會自己跑到立法院去 那我要怎樣把這個法送去 我送給誰 所以我們要開始學習 怎樣送法案 那人家就告訴我們說 哎呀立委就是逐媒體的兒居 所以只要你們在立法院門口 在派記者會 立委就會跑出來 說真的嗎 欸還真的咧 所以呢 然後當然也是要私底下先去聯絡 所以我們就找當時的趙超康 對那時候民進黨第一次 在立法院有這個真的立委呢 就是現場一提他們兩個人 來幫我們主教人連署 所以我們就學習 怎樣把法案送進去 然後呢法案要怎樣連署 那時候現場也就是說 你就按一下按一下 不能去牆 你就知道 你不但你進來立法院 那你就按一下按一下去敲門 然後呢去敲門 就沒了很多的立委 一看喔婦女才一定沒問題 別人看都沒看就簽了紙給我 然後呢遇到一些咕咕咕 洗禁 然後我說欸這是我們婦女團體 定了法案什麼什麼 那是不是可以麻煩你連署 他說你放著 我們說欸所有的立委都連署了 你是不是可以簽 他說我沒有看了 我們幫你連署 你放著我看了 你可以的話我就幫你連署 那時候出生之谷呢 我就覺得說 齁 你好拽喔 所有的立委都說 你看婦女團體好棒喔 立的法對不對 沒看就簽你 只有你這個人拽什麼 拽我們幫你立的法 你還這麼準 好我出來以後就去找現場 你跟他講書 後面一個人是誰啊 怎麼那麼拽啊 他說喔 然後沒關係啊 他看了以後 他就跟你連署 那後來當然他連署了 所以我就說 我不再連署了 就要請現場給你去幫我連 後來連了三十八個 那後來當我當了立委之後呢 在第一天 然後呢 就一堆的我們要開房間會 一起請十分鐘 還沒開始之前 就是立委的助理呢 就拿了一點的法案來 然後叫我簽 那我如果沒看 我就很認真在那裡看 我就看到那個助理這樣 會跳不會跳 那我想說 他那一點助理 因為我們說的法案 要十五個立委連署 才能夠懲案 所以他必須在那十分鐘 去找十五個立委簽署 然後被我一個人打住 他就沒簽 不能簽了 所以呢 他就 後來我就發現 欸不對我就說好 那這樣好 你快點再到我辦公室去 甚至去找家人連署 然後呢 我就看到 欸 回來之後呢 看到地方人家說 欸怎麼這麼水準啊 我說這個我怎麼能夠連署呢 所以我就想靠改他 我助理就說 你怎麼可以改這樣的法案 你家已經那麼多人連署了呢 我說 可是這樣的水準 能夠出去嗎 我說 可能你就是不能夠去改一下法案喔 所以我就很不服氣 我就打電話給資生 我的民進黨的立委 就說 欸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這樣子連署啊 他說哎呀 這個潛規則就是什麼 用你一個法案 你要使用你的人連署 才能夠承案 那你不幫人家連署 人家也不會幫你連署 所以你在好的法案 都不能夠承案 也都沒用 所以這個潛規則 反正我幫你連署 你幫我連署 他沒有規定說 一個法案只能夠一個人寫 所以一個法案 可以一堆人寫 你自己先提 你自己提你的法案嘛 啊你去連署 別人連署幫你連署 反正都承案到最後 都去討論嘛 欸想想 也是有道理 這個就是潛規則 這個不會寫在書上的 所以呢 後來就覺得說 真的是有中的佩服 就會前輩地位 他就是成立男 所以我就覺得說 啊一個好的地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認真 所以從這些的學習 讓我訂了一個男女摩托騰法 那當然 後來就被拼弄在法院 然後拼了十二年 後來是在兩千年 這個總統大選 總教授受的候選人要簽署 你加上當選之後 你的承諾 就是要讓這個法案通過 所以阿扁承諾之後 所以阿扁傷害之後 在2001年讓他通過了 所以這個法案呢 當初我在訂的時候 是懷者老二 那等他通過的時候 他已經是國二 現在他已經是當爸爸了 所以就知道 這條路有多關長 所以呢 訂了男女摩托騰法之後呢 就 李施基金下經過世了 他稱為離婚教主 他說那兩人一堆呢 這個婦女朋友呢 這個先生有外運的 婚姻一樣是 但那個婦女朋友 正在水生活中 所以他還說明法基礎天 那我那時候想說 你看 從領到領都把一個法案生出來了 明法基礎天 不是把信友的 把它改幾個字 改一改 那是對子嗎 沒問題 結果就發現 真的是踢倒鐵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男女工作平等法 所面對的事 育兒的責任是誰要強大 非常淡水 明法基礎天所面對什麼 婦姻家庭 背後五千年的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裡面 女性就是要人家 要被婦交傳中接代 所以要相付價值 所以女性當然就像 所在家庭裡面 所以你今天要把這樣一個 婚姻家庭 就是以傳中接代為主守 這樣的一個婚姻基礎 你要把它變成哪裡平等 那這個是 真的要把舊的婚姻結構 成新的婚姻 那新的婚姻的價值是什麼 未來的何去何從 我們大家都秀得不怕了 我們法律人說 沒有能力 再繼續收下去 後來我們就把所有的這些 學文學的 學文化的 學所有的 就是這些文學論事 歷史論事 這些學者找進來 大家一起來討論 面對傳統以傳中接代為主的婚姻 我們是只能夠翻轉它的價值 變成一個新的一個婚姻的關係 所以這個法 修到現在還在修 那這個法 當然第一步 就是武力的草案之後 你不要想說 我想讓這個法 送到民法院就被叮咚起來 所以呢 那原來的法案是怎麼規定 就是夫妻結了婚以後 你要從夫居到貫夫姓 子女要從夫姓 所有的財產歸夫所有 離婚的話 孩子留下來 財產留下來 你說 所以教授告訴我們 這很符合傳統嗎 因為你要叫到夫家去 去為夫家傳中接代 所以當然要從夫居 你當然要貫夫姓 身為夫家的人 死為夫家的鬼 然後呢 子女當然要從夫姓 因為你要為夫家傳中接代 然後呢 所有的財產 當然是歸夫家所有啊 那離婚的時候 以前的七處是什麼 七的修七的室友吧 七不能修夫夫 只能貫夫修七嘛 對不對 那七處的室友 第一個什麼 不孝 有三 無厚為大 所以只要你生不出兒子 就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 我就可以把你修掉 我沒有把你修掉 我就可以三七六切 你三七六切我會嫉妒 當然會 所以我嫉妒呢 以後講七處的室友 多度會不會多延 當然會啊 都是你這個女妖 今天讓我被打公司公的 所以多也夠我成七處的室友 欸 你等一下這個妾 還真的生出兒子出來了 婆婆 你靠近身 讓你靠近身 你看你那裡頭有得奔湯耶 要是哪一大堆 怎麼一大堆 你說你還要非常的孝敬 很困難吧 所以不是姑姑也夠我成七處的室友 那我要人要不到 我要財都可以吧 所以我把付加利姐的錢拿回去 基督娘家的構成 切到的構成七處的室友 好啊 那要人要財都要不到 你可以三七六切 那我也可以偷漢子 皆無淫婦該上 當然你也夠成七處的室友 好 我什麼目都沒有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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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樣 人家身重病 身重病的構成七處的室友 所以換句話說你只要生不住兒子 你就只有死如一條 那在這樣的以傳統的 以家生兒子 以團中接待作為主走的 這樣的一個婚姻 是我們現代女性所要的嗎 當然我們要要求的是 一個夥伴的關係 是一個平等的關係 可是這樣的話每一個條文 背後的全部都會乾過 所以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就會變成 我們到底要怎樣走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了 定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做運動 那做運動呢 是什麼運動呢 當然我們第一個就是 先培訓自封 普通媽媽 戲劇團 他們是也先生有外遇 然後回來把體修掉 然後洗了你的洗衣花燈 然後修律師 律師收過版本 法律就是這樣會定 所以當開始我們就知道 大家的聯署說 要不要修 修改年法金屬業的 然後說Man 好那 那有人戲劇 律師開始講法律的規定之後 最後再問他這樣 但不要修改 要 好 要做聯署 所以後來聯署了四萬分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 那後來呢 當然就是我們修改 就是聯署了四萬分 那我們同時呢 也培訓這個法案 送進立法院之後 我們跟普通媽媽到立法院去觀察 去遊說 那另外呢 我們也就是所謂的 上朝神聖位大法官 因為那時候呢 大法官第一次被 國民大會的代表提 這個要被行使統一權 所以我就想到說 好 這第五屆的大法官呢 他們一屆九年 九五四十五 四十五年來 從來沒有做過 南嶺平等憲法第七條的解釋 所以我們就要講說 好那現在第六屆的大法官 你今天要被行使 第一次被行使統一權 所以大家都很起張 所以我們就說 民進黨在野黨的 國大代表呢 就結合起來 就是說 我們出了四個考題 請他們拿給這些被提名的 請他們去做檔 當然你也知道說 被提名都是什麼 都是我們的教授 但是他們都非常認識 國大要行使統一權的國大代表 給他們的 所以他們就追追的做檔 甚至那時候沒有電腦打字 他們都還從外面打字一刷 然後經紀 每個都出了一本 經紀厚厚的這個 經狀的本拿出來 那我們去做分析 那今天每一個都會講說 哎呀這個與憲法精神有為 但是因為利息的因素啊 什麼等等 我們就說好 今天你都說一句憲法精神有為 等到你當個大法官 我們把案子送進去之後 你要不要再跟我們講說 這個沒有違憲 所以我們就開始 就是上草山時問大法官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們看到到今天 其實真的不是在大法官實施統一權 民間法律也是出來說 要求民間團體所出的題目 這些大法官被提醒 你們應該要寫 所以我們說 整個一個 台灣的民主化的運動 是男人打出來的天下 但是台灣的民主的深化 是我們婦女運動讓她深化的 所以第一個深化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女性自己開始立法 所以到今天為止 所以所有的民間團體 他們跟他們人權有關係 弱勢有關的法案 幾乎都是民間團體 自己立法的一次 大根黨的有下有下的立法 那另外呢就是 我們訂了那個法 男人工作人員的法 你知道還有歷史的公聽會 因為在你前 所有的立法是行政院 便送到民法院 立法律跟行政院來的standing 你不能夠隨便來我的條文 結果幾乎折列了來 所以大家都不懂法律 然後不懂法律的話 法案通過一切都列了運件 等到送到立法院之後呢 那很快的 可能這不能改 所以一二五三五 就很快通過 通過之後就要公告 所以這時候才公布 那記者就要報道 可是記者看不懂啊 然後我們就照照照新聞保抄 抄了以後 我們再也不會有人看 但是你的法律又規定 你如果犯法 你不能夠疑 你因為不懂法律而被處罰 所以今天一個法律公告了 大家都沒有人在管 然後呢開始事情了 結果大家都犯法 但是他沒抓 他就知道你被抓了 你會不會服氣 當然不會服氣啊 全部人都說 為什麼只有你我被抓 就告訴你 只有你被起訴啊 只有你被你被抓 那其他的不是我的案子啊 好 所以就是說 我們原來他有關係 所以沒關係 我沒關係 所以有關係 只要我有關係 就沒關係 大家聽懂吧 那那個關係是什麼 反正當然就是秘密代表 所以你會知道 到在第八屆的時候 其實還有國民黨的立委 因為他幫你做事情要加拿的 所以你會看到說 好 這樣整個一個 國家的一個立法的一個程序 你應該讓 外面的人知道說 你在立什麼法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我 1984年1985到1987 在德國的時候 受到德國的一個衝擊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辦了第一次的公聽會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所有的立法性 這個一定會公告 而且讓所有的人民 你有意見的話 你連署五千個 你就可以提出你的修圈 東西出來 所以這也都是一個 民主深化 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包括現在 你說大法官 要支持同一權 人也可以表達意見 可以要求他們做到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的民法清楚 編了等於是 我們還是有一些策略 那法案通過之後 我們又訓練 婆婆媽媽呢 這個法院觀察團 因為法院通過了 法官如果性理性 沒有改 你還是用舊的思維 先罵這個被嫁棒的 太太說 你為什麼那麼兇 對不對 不然你會被打 那我家法官通過 有什麼用 所以你快到法院去 到這個法院去觀察 或記錄 那當然後來是改變更新 那當然後來 法官當然很不高興 所以現在就 整個都不能再去觀察了 好 所以其實你看到說 好 在那時候 很多 你不曉得怎麼辦 大家 開始有各種的創意 想出各種的配合 而這些東西 也就慢慢的形成 我們的制度 也就形成我們台灣 獨具特色的 我們的民主生耗的 這個東西 所以後來 把基礎片修改了 然後呢 後來這個家庭包裡 防治法也訂了 然後新鑑貝法 然後新鑑同事法等一等 那所有這些的法律呢 其實每一個的背後 其實都有很深的故事 就像說大家在講 密圖 其實我們剛剛在講 1984年 婦女新鑑就弄了一個 性招擾是多少 已經提出了性招擾 Statial Arrowsman 這樣一個名詞 雖然那時候大家都不懂 也 反正就是很多人就開始 就是 就只看到第一個性而已 好 那就過去了 到了1994年 第一波 我們台灣第一波 真正的迷途 就是校園的性招擾 很多的教授跟女學生 對不對 上下親手 真正性侵害 那最重點當然就是 到了性招擾的案件 所以那時候親愛發起 小紅帽的運動 就是大家要去抓他們的大野狼 因此那時候發起 一定不會反性招擾 大遊行 所以呢 那時候後來就制定了 性招擾的防治法 然後呢 當然也還有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還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以為彭婉儒的事件 那彭婉儒呢 他是我們婦女新鑑的 秘書長 後來是當民進黨婦女部的主任 那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我們的開政群的稱讚 只有十分之一 所以呢 雖然是像十分之一說好 是最低門檻也好 可是他變成是最高門檻 所以我們就很想說 是不是一般修法把它改過 但是你想修法 立法委員都是難的 他怎麼有可能 讓你去把它改成 四分之一女性條款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很想說 那怎麼辦 那我就想幫他幹桿原理 我們呢 不要想做大選 我們只要想說 你跟我提你多一點的女性就好 所以我就想說 我就找在野黨 民進黨 要求你在提你的時候 提你十分之一的女性 好 在野黨提你十分之一的女性 你說 執政黨國民黨不更新嗎 更新太難看了 所以我就用這樣子 但奶奶我去找小黨 他提出十分之一的參政 女性的參政 當然 國民黨就給得起 所以很晚的那時候 就是武進黨副理部的主任 他去奔走 然後呢就是 那一天晚上在 這個原山飯店這樣奔走 後來到11點 他會回到他飯店的時候 一大張警察就很閒了 後來三天之後 在高雄的偶像中發現 全身赤裸身上被砍了37 到今天還沒有破案 可是這樣的一個事件 真正是引起婦女團體 非常非常的奮鬱 現在回想起來 當時大概整個月 五星我每天都要開啟酒會 那開啟酒會 你當然是對著產業的訴求 要求叫做開 全國的治安 這個婦女人的相安全會議 當然後來叫開了 但是後來就變成婦女的 全國治安會議 你知道全國治安會議 跟婦女人的相安全會 有多大不同 全國治安會議 包括強劫 強盜 詐欺 對不對 傷害 那全部都是治安的問題 但是婦女人的安全 那不一樣呢 結果婦女團體代表只有三個 輸到非常的分布 一直在當時是在那個 就是國內徒書館 就是中大南部的國內徒書館照片 我們就在洗身店門口 丟了兩千一百六十八雙的鞋子 標題叫做鞋子的鞋 然後另外一個鞋 那是黃國兩千多人的這個女性 世中的女性這麼多人 為什麼 以政府重視 然後呢 那時候就三個人 就我 生了一個婦委員會 然後成修會就是主婦聯盟 然後那時候代表婦女性質 我們三個就偷拿一個簿條 然後呢就進去 那當時我們一個人 只不過三個人之後 就搶著去登庭 那我們就講得好 三個人三三九分鐘 所以足夠把我們的訴求講完 那另外兩個人拿到婦條 結果婦條一拿出來 他就通過來 然後媒體就開始照 那所以所有的運動呢 在關鍵時刻 都會有一個關鍵的人出現 如果看了成功的話 那關鍵的其實就是國民黨 那時候行政內容是聯戰 然後呢 是行政內容主持 但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民進行政內容 然後呢 他就對院長講說 剛剛他們講完 太難看了 所以後來就 警察就退去 然後就把他講 就要求行政院成立婦女 權力促進委員會 要求通過西下段對方釋法 要求通過價值暴力方釋法 要求涉及同學 要求教育部成立性別批討會 好 那原來這種大法 其實結論長就寫好了 所以原來院長照 跟那個結論講 也被您成績擋下來 休息一分鐘 五分鐘過後 照單全收 我連我們自己都不敢相信 但是呢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開始進入到 所謂的 這個國家主義的女性主義 等於是行政院的能開了 成立了婦女權力促進委員會 然後院長到造成 把婦女團體專家學者 跟部長跟院長一起開會 所以我們開始從很晚 我們事件之後 我們進入了所謂的 國家的體制 然後開始去制定 這樣的一些法律 那當然後來就是 剛剛所講的 我們後來再定了自己的公約 所以呢 這是我們每個婦女運動 這樣走過來 所以呢 像說這個 家庭暴力防治法 也是登陸我們的商務案 然後呢 剛剛講的 這密圖的信號 這個案子 後來定了信號的防治法 那 新下班這個防治法 就因為同樣有個事件 有個防身 那另外呢 就是因為 LG的事件 他在校圍的 小男生呢 他因為他是 比較因為有個性 他在校圍裡面 受到巴黎 所以他不敢去上廁所 因為去上廁所 去上廁所 就在廁所被男生圍起來 然後脫他褲子 做到夜靈正身 所以下課 他不敢下課時間 去上廁所 所以就只好 由下課前 去門動去上廁所 結果 每天他去上廁所之後 都沒有回來 下課的時候 學生衝到廁所去 那樣水不及腳 為什麼看到他一個人 躺在 男生廁所的地上雪薄 然後呢 當校長慌了 然後趕快報警 然後呢叫 就護車了 然後呢就把他送走了 那校長想說 孩子送出去了 送到醫院去了 那應該沒事了 所以就要學生 用水把那個血跡沖走 一沖完 電話回來說他走了 好了 那現在 機震都不見了 然後一打電話給家長說 你男孩子死了 怎麼會死的 不知道 怎麼有可能不知道 學校不是只有我兒子一個人 但是真的是不知道怎麼死的 所以 那當然 對不對 你總要有一個交代 後來交代就說 對不對 因為在他躺的地方 那個 上面的屋頂還漏水 所以地上有青苔 所以他是不是 下課前行之中 去上廁所 衝得太快 所以滑倒 所以滑倒的頭過去 撞到變成避造避命 好可憐 所以呢 那後來當然就用這樣的理由 把總屋主帶 把校長去起訴 就豐厚危險起訴 可是後來到地震的時候 當然就要鑑定 鑑定發現說 他躺的地方 那個他躺的位置呢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長期大概還有一個距離 所以沒有相當一個關係 所以下課那總部主任 就沒事了 那沒事 我的孩子是也指定了 有人負責嗎 所以呢 那當然呢 我們後來附近團體 就協助他去募還 然後我幫他找律師 然後又再上訴 那當然後來到最高法 又在法院 然後最後確定 當然最後還是用公共危險 確定 可是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在於說 他在學校裡面 長期受到霸凌 為什麼學校不存 所以這才是重點所在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制定了 性別平等交易法 要求校園裡面的性操擾 性侵害還有這些校園的霸凌 學校都不需要介入處理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好我們在工作職場 受到老闆的性 這個性侵害 做過性操擾 那當然老闆要去處理 老闆要提供一個有效的 一個工作環境 那如果你在校園裡面呢 受到性操擾 你莫得掉你的受教權 跟你的生命自主權 所以學校即刻的去處理 要去調查 然後對老師或是對學生做懲署 那如果說好他不是在工作職場 因為在工作職場 有時候被奪奪的 我的工作權 再加上我的生命自主權 那如果不是工作職場 也不是校園 那現在是在一個公共的場所 公共的場域 那誰來處理 他就是奪奪了我的生命自主權 所以就是所謂的殘所居 你要去處理 因此我們把這些法國制定了 那你說那這些法國制定了 為什麼現在要發出第二波的V2呢 因為土法國主義自行 所以就有法律在那裡 然後你上了很多的課 然後呢也叫大家要怎麼去調查 但是我們看到這次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在於 我們沒有在第一線去撐住被害的人 因為我們兩個人跟他講說 哎呦這個你要不要申訴什麼 他都完全沒有準備好 他下個半死 他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你要叫他申訴 他怎麼敢去申訴 所以主管就說 因為他沒有申訴啊 所以這次就結束了 可是對被害者的面 那個陰影一輩子的存在 所以後來他們最後都要去看 身心裡的這個醫生 然後十幾年 那這一部是因為 有人選之人的這樣的一個電視劇 然後大家看到那一句 要給大家很大的鼓勵 所以形成一股力量 讓這些人大家會講出來 所以你們會看到 幾乎各個人的女生都爆出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那大家已經存在 雖然他的目的不見得是要對 對方能夠神智疑法 因為事實上很多都夠了告訴一起 但至少他能夠講出來 社會能夠肯定他 這也是一個療癒的一個過程 同時也在讓大家 總去思索男女之間的界線 然後每一個人能夠去尊重 每一個人的身體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說這一鍋的蜜兔 其實是一個無話的一個反省 跟人之間的一個尊重的一個 非常的一個反省 而不是一個法律制度的解決 其實也在協戀法律制度 早就解決了 那另外一個在深思的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能夠事後 然後非常恐懼的 然後不敢講出來 我在想說我們是不是能夠 在第一個使用就能量 能夠說NO 或是我能夠有一個反省的方式 讓你知道你是錯的 但是我又不會讓大家太尷尬 譬如說今天大家在 在一桌酒汗有熱的時候 大家就是然後就有人就去旁邊 就幫你搗搗抱的 你掙脫對不對 全部大的嘻嘻哈 當然有人也看在眼裡 可是不會有人替你講話 所以你就說要這樣很深切 你這樣的時候 我的氣氛已經壞掉了 你也不想要去當那個 最後大家覺得都好無趣喔 你不想去當那個人 可是那個人又像小米糖一樣 一直收藏著你 那你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要想說 我們現在應該要來培訓一些課程 我能夠用一個方式 只要把你推回去 可能你會去滑倒 對不對 你會一個亮相 或是你知道 你錯了 但是我笑嘻嘻的 對不對 然後別人 看懂的看在眼裡 沒看到的沒關係 反正我沒有把氣氛弄壞 但是我已經給那一個加害者 什麼樣 一個苦頭吃了 那這個東西是需要訓練的 因為每一個人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 剛從下班的經驗 那這些人我為什麼不敢 裡面其實不妨 包括女性主義者 但是她為什麼在那個班上下班了 因為我們傳統的教育告訴我們 一個好的女人 一個淑女 就是要 對不對 人家非常的有禮貌 你不能夠犯上 你什麼事情都要好好的講 否則你就是壞女人 淑女人 當我對一個長輩 對一個我尊敬的人 對一個我所崇拜的人 我已經把她覺得說 我就是對她畢恭畢敬了 然後已經非常 不對 對她已經很沉浮了 結果突然她對我伸出 伸出手 我的腦袋瓜 跟我的身體反而是錯亂的 我的腦袋瓜告訴我說 她是一個好人 她是我崇拜的人 她是我的長者 我尊敬的人 可是她的動作 讓你身體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這兩個發生的這些衝突 你不想要聽 只要聽你的身體 還在聽你的腦袋瓜 所以淨淨的方案你的錯亂 所以你會變成 沒有辦法行動出來 你能夠有行動力 是因為你的腦袋瓜 跟你的身體是一致的 所以你能夠有行動力出來 當你的腦袋瓜 跟你的行動 是不一致的時候 你的行動力產生不出來 所以你就是所謂的 嚇呆 然後不曉得怎麼處理 然後呢 我也看到 最近我看了很像 這個沙漢文學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被制裁的一個女孩子 然後就是 因為母親是難產過世 所以她一直覺得 要殺到她的媽媽 那後來呢 就是有一個老師 就對她很好 然後把她把這個 上座講出來之後 換這個老師 跟她伸出銜出手 所以她嚇到了 所以後來呢 她就變得非常的消極 然後她就會制裁 因為她會產生很恐慌 恐懼 那恐懼來的時候 她沒有辦法克服 她就只會拿刀子來制裁 所以手臂上全部都是 她就看著那個血 她那麼痛 才能夠抑制她的恐懼 所以後來呢 有一天她 她作為她 要跟她爸爸 爸爸作為她 跟她談她媽媽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她爸爸跟她講說 就是她媽媽的情形 在她的 但是呢 她就 那時候呢 就是想到 就是她爸爸看到 到時候她還是不快樂的時候 她問她什麼事情 她會講她老實的事情 結果她爸爸就非常非常生氣 然後就開車子 然後去找那個老實率的長 結果呢 路途上就發生 車輪就死了 所以她就覺得 她把她爸爸也殺死了 所以她就覺得 她只要跟誰有接觸 那個人就會死掉 所以她整個人生 是一個非常非常迴亂的 所以呢 她就不斷地一直用制裁 來克服她的這種恐懼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 都有一些她的弱點 她的罩門 就像你的傷口也沒有附著 這樣表面好了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講說 只是摸你一把人家 我別人歸摸都沒有去解決 也要去跌倒 對不對 因為怎麼樣 因為你摸到了我的傷口 別人沒有傷口 別人沒關係 或是別人有能量 對不對 你今天講性殺老 沒關係 我可以跟你回回去 那那個就不算性殺老 因為我有能量 可以跟你 但是我沒有能量的時候 或是她剛好就是我的痛點的時候 那我不會傷害就非常的重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講說 性騷擾 它是以被害者的主觀為主 不是以你加害者說 別人都沒有怎麼樣 你在叫什麼叫 不是以你的主觀為主 是以被害者的主觀為主 所以有時候同樣一句話 對不對 你跟孩子講話 你跟這個老大小 老大小的反應 跟老二兩二可能會不會挑 為什麼 因為可能就是處罩他的傷口 他的傷疤 對不對 有時候你跟你的 你的另一半一樣 你就覺得這句話沒什麼 可是為什麼還在 就是跳腳 因為什麼 因為你踩到他的紅線了嗎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誰的紅線在哪裡 所以是你的主 你要去尊重每一個人 然後呢 以他的感受為主 那所以呢 那這一次很多人下馬的是什麼 是因為他在第一線 他沒有處理好 因為他不知道 怎樣去撐住被害者 那甚至可能被人家講說 此案等等 所以這一鍋其實 就讓大家開始去學習 你自主第一線要接案的人的話 你來學習怎麼樣去同理 怎麼樣去給被害者撐住 給他陪伴 讓他有能量 才能夠出來申訴 所以制度在那裡 你只是告訴 講說你可以申訴 可是我是沒有能力的 我是沒有能量的 我走不到那裡去 所以你需要先以後 讓我能夠有那個能量先陪伴我 我們才有可能一起走到那裡 然後開始去申訴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這是把我的現象 這樣我們就再往前進一步 所以呢 這次呢就是看 從1984年一直到現在 1923年了 將近20年 將近20年 4 38年 快40年 OK 所以呢就是 這是我們走到這裡 那當然呢 在這裡呢就是大家很多人 很多人會很好奇 我們就說 那為什麼就從復運 那為什麼要走到同運呢 那事實上我們說 好 在復運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些女同事 她們也參與其中 可是在這個時期 同事總能夠獻證呢 不被打死才怪 所以你會看到說 好 其實我最早的女同事 在1958年更早了 就有女同事去扣班說 兩個女的可可以結婚 那你跟他弄嗎 不行 所以過了將近20年 然後呢 患男同志 許家威呢 他就直接到一方法案去說 不要公正結婚 當然是被打回票 他就去訴訟 他一直被 就是一直輸 所以呢 他就是一路呢 從男方期 那後來到2001年 2000年的時候 政黨委屈 那民進黨跟國民黨的一個 最大的不同 當然就是核心價值的不同 核心價值的不同在 國民黨是以發展經濟為它的核心價值 民進黨是以分配公平爭議 以人權公平爭議來作為它的核心價值 所以民進黨上游的時候 當然就要在總統府裡面就要成立了一個 所謂的這個人權資訊 這個國家人權委輪會 總統府裡面呢就是人權的資訊 成立了一個人權資訊委輪會 所以呢 那2000年政黨委屈之後呢 你們看到 法務部呢 他就先2000年的時候 就訂了一個 所謂的人權保障的基本法 那這裡面呢 這四章 他就是保障同性者的權利 當然這同性者的權利沒有到 供應 譬如說他的救命權啊 他的各種的這個福利的權利啊 什麼等等 但是這個法案沒有出行政院的大門 後來呢 在2003年的時候 換總統府的人權委員會呢 訂了一個呢 所謂的人權的這個 就是基本法 那這人權基本法 就知道每一個人 他說都可以讓他自由意見的去結婚 然後總之 甚至要受養小孩 但是總統府沒有提案權 所以總統府還是必須要把這個法案 送到行政院 但是呢 送到行政院去做 就沒有出行政院的大門 然後呢 一直到了2006年的時候呢 那時候蕭美琴當立委 所以他就提出了一個 所謂的同婚的一個婚姻法 同性婚姻法 但是這個法案呢 就在我們的立法院裡面 所有的法案呢 你要被審查 一定要先進入一個程序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 就是依照政黨的比例 然後去形成這個委員 所以呢 只要必須要在程序委員會通過 才會送到院會 院會才會排入到議程 議程才會交給委員會 然後才去審查 所以他這個法案呢 全部就在程序委員會 就被杯葛了 杯葛了一千多次 所以當他卸任的時候 他的同性婚姻法呢 都沒有出委員會的大門 那後來呢 一直到2000 2012年的時候呢 我第一次當上立委 那當上立委的時候呢 剛好遇到 陳婚姻水這段男婚姻呢 他們兩個人呢 就是共同生活了十幾年 所以呢 他們就用了女法技術 那已經規定說 結婚要到戶正機關去辦理結婚登記 所以他們就到戶正機關去辦理結婚登記 但是在國會 國會他們就提起行政訴訟 那行政訴訟呢 這可能會是整理基本人權 所以會婆婆會要提起訴訟 然後便宜開 所以現在大法官會不會演戲 但是他就很害怕 因為那時候大法官宗憑是頗暴首營聚的主成 所以他就很擔心說 那萬一大法官三人再叫去替我講說會沒有違憲 那你今天他已經在意量 說我們是不是要退任五分鐘 立法過的這條路呢 所以就很害怕 所以他們就跑到立法院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支持他們 所以我們就幫它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當然記者會開完之後 然後執行班的立委 大家記得這開尾就結束了 大家就已經交代了 但是我在想說 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麼 所以後來我就提了 我就把明法簽署片裡面 婚約要由男女雙方當事人叮叮 我們把男女把它拿掉 婚約要由雙方當事人叮叮 所以雙方當事人都沒有講男女 所以只改了兩個字 那覺得說一個法案只有修改兩個字 只有一個條文 好像不太像的法案 所以後來我就再把它加兩條 因為我們的異性院的婚姻規定說 你的訂婚男要比女大 結婚男要比女的大 你就把它訂婚跟結婚的年齡把它拉起 這樣至少三個條文 三個條文看起來有點像法案了 所以我就把它送進立法院 真的就通過了程序委員會 因為在他態度下跟同意有關了 所以立法院員就是通過程序委員會 然後又到這個院會 那院會也沒有人主導 因為事實上院會是這種一個人立委 只要延續或是政黨 以後不必負理由 就可以把它拉下來 所以那種反對 就當司法法制委員會 剛好我是民進黨第一個 在司法法制委員會當上校圍的 因為民進黨就是都是一直少數 在地方都是小數 雖然兩千年有執政 但是我們是小數 所以你小數的話 反正都會埋中 在其他鄉州交通 這個財政 或是衛福等等這些 所以司法委會是沒有人要去 因為那個沒有美光燈 沒有利潤沒有好處 所以幾乎沒有立委要去的 所以就當上立委 當上趙委 趙委就可以排案 所以你就把它排進去 那排進去呢 當然你就先排 所謂造派公聽會 要求法務部 你要替法案出來啊 屬於也因為這樣子 他只能訂了這樣的一個 就是排在公聽會以後呢 他等於是第一個 國內的同分的議題 在地法院被正式的 在地法院的文書被記錄 那後來呢 到2013年民間團 我剛剛講的 很多的法案跟民間團 也會自己立法 所以民間團 他就提了一個 所謂的這個 他就提出他另外的一個 原法器出現的修正 他就是把改名稱 就是配偶 夫妻改成配偶 父母改成直系血清 然後呢 送命改成同系血清 那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這個馬上 引起非常大的一個反彈 那這個反彈 大家就開始聽到的嘛 童子沒有爸爸媽媽 沒有這個 送命姊妹 沒有這個夫妻 所以就引起 非常大的反彈之後呢 當然就是 同志的這邊 開始組成一個伴侶們 那反同幫呢 當然開始組成一個護家們 所以兩邊就開始對壘了 那當然對壘之後呢 當然到了這個2013年 2014年的時候呢 那我要再把他排進去 但是國民黨就揹個 他們就全部 連簽到撤簽 所以就變成 全部都缺席 那其實只要有 五個立委簽署 簽到 三個立委在 我們就被開會 但是民進黨也有 五個立委在 司法法制委會都沒有 我們只有四個 所以呢 那國民黨全部都不簽到 我們就只好留會 所以我們那天主席就庫坐在 主席台上 一直等到12點 然後只好留會 那因為2014年 你沒有排進去之後 2016年 大家全部都要準備選舉了 因為2016年2月就 1月底就卸任了 所以這個法則就 開始附中了 那到了2016年的時候呢 當然 然後我們就發生了 這所謂的DNS的事件 那DNS呢 它其實是 我們 民進黨 時間 幫我注意一下時間 OK 那它其實是我們這個 DNS 它是法國的教授 然後呢 他跟台灣的一個同事 兩個共同生活三十幾年 後來呢 在台灣的同事呢 就是生命過世 那過世之後呢 他們兩個共同買了一棟房子 然後他當然就有悲感說 因為他不是繼承人 那他當上生命的時候 他還分工幫他 簽署所述同意書 所以呢 後來當然就是 非常幻念聚會 然後他就自己就 就自殺了 所以自殺 這樣的事件 雖然說 很多的前面 有很多這樣的案例 但是因為它剛好發生在 2016年政黨委屈 小英總統當選 小英呢 在當選之前 在選舉之前 他要寫說 我支持同婚 然後呢 那他上任 如二女上任之後呢 他一直沒有工作 那這時候實驗同志大遊行 所以他們這時候這個案件 就被在 在FB 上被揭露出來 所以所有同志呢 大家都非常的生氣 所以這時候呢 必須要因應呢 所以呢 因為小英在那時候呢 也就是寫說 我支持婚姻平權 然後呢 甚至 民進黨 又民進黨的名義呢 去支持 就是 同志大遊行的時候去參加 所以呢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呢 這些所有的立委 在總法 開連結神奇九會說 我們要提出 那同婚的 推動民法修正案 就提出同婚法案 但是大家注意到 同一天 國民黨也 透過許玉仁立委 也提出他的 民法修正案 那民法修正案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民間團體所移的 修改名稱的版本 時代力量 他們人數不夠 但是通過黨團也一樣 提出修改名稱的版本 所以你會看到 三個政黨同時在一天 開記者會提出 民法新書店的修正案 支持同婚法案 這個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大家都 秀到了時代的潮流 大家都想去搶一個credit 但是 就是 這樣的一個開了之後 當然 反洪方就是 反對控制了 這些的公教團體 他們非常非常的恐慌 他們覺得 好像如果把一個 一天就會過去了 為什麼 因為遇到我們法律的規定 就是你如果聯署了 你就不能夠去主張 跟你相反的 所以你去看司法法 就委員會所有的 這些的地位 不是聯署我的 就是聯署許玉仁的 那時代力量沒有地位 在司法法序委員會 所以那除了什麼 除了黨邊 但是黨邊幾乎 國民黨的黨邊 那民進黨的黨 也幾乎不來開會的 所以他們會那麼的恐慌 所以他們大集結 然後你就說 絕對不能夠通過 所以要求怎麼樣 所以後來就變成他們 就提出了說 所謂的要召開這個 就是 那個公廳會 而且要召開 這個三十六場公廳會 那我說三十六場公廳會 結束大概這一屆 會期就結束了 說我堅持不肯 那當然就 那就大家堅持不肯 那就是兩邊僵在那裡 那當然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其實是把地法業 有關你怎麼都包圍起來 他們要放消太陽 放血液 然後衝進來 所以後來 當然在 在審查的這個過程裡面 到最後 大家達成一個協定 就是說 那只開兩場公廳會 一場的 一場的進黨主辦 以前國民黨主辦 的教委主辦 那但是在那個會期 要把法案處理委員會 所以剛切下去之後 當然那個人 真的就衝進來了 然後甚至有一個 已經 經過國民黨的立委 就暗藏一個人在那裡 從那裡馬上就衝到主席 下來 那當然他在這場上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一個協定 那當然 就是 這個 一邊是反共發 那一邊是同志發 那大家互相的高潮 那在後來就是在 2006年12月16號 就出委員會了 就是讓這個 那麼能夠出委員會 那就進入到黨政協商 那當然出委員會 也就是說 就是要修改 你把新屬天拿到 同志呢 跟一般的人 能夠下好同樣的這個權 解僻 那後來呢 那後來呢 各點 大法官做的解釋 自己幫他解釋 那大法官做的解釋是什麼呢 他就是因為 反同化浪主張說 同志跟一般的人 不一樣就在於他不會生小孩 所以 這是違反規定的本性 但是呢 這個大法官說 可是每一系列 也沒有規定說 你如果生不出小孩 你的婚姻就無效 或是婚姻就當然離婚 所以呢 表示說好 固然 傳統接到是一個結婚 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它不是必要條件 那既然不是必要條件 你就不能夠用這個的作為 他們不能夠結婚的理由 然後另外一個理由就是說 那如果呢 那同婚通過之後呢 那就會崩潛整個一個婚姻的制度 然後呢 會破壞社會在兩公主 公訊兩組 那大法官說 性的傾向 你今天愛一系列 或是愛同性的 其實這是有性的傾向的不同 那今天兩個不同的性傾向 如果在同一個法律規範之下 包括說 你們不能夠說 我要多批 對不對 我要好幾個配偶 或是你說 我要這個同婚 就是沒有到一定的結婚 你結婚 或是我要跟我的妻妻結婚 那 或是結婚以後 你要夫婦忠誠的義務 夫婦扶養的義務 那如果所有的法律規定 兩邊換 你今天一系列都同樣的規定 那怎麼會去破壞所謂的 婚姻的價值 或是婚姻的倫理 或是呢 所謂的公共秩序呢 所以我們大法會說 這個也不夠成 你要禁止他們結婚的理由 所以後來大法官就說 你必須要在兩年內 因為兩年內 趕快去修改法律 那是你要用所謂的 就是民法親屬片去修正 或是你要訂專訪 或是你要訂專家 那是你立法院的事情 但是你要在兩年內把它完成 那如果呢 因為這個議題的爭議太大了 所以有可能立法院辦不出來 立不出來 那怎麼辦 他說不能夠讓這樣的一個 不公平的事件 一直存在 所以他說如果兩年一到 立法院你還是立不出來 那這個同事呢 他們就兩年傷害的人 他們就可以依照民法親屬片的規定 到附贈機關去把你結婚登記 所以這也就是大法官上做了這樣一個解釋 一個傷手件 另外把同方最害怕就是 用民法親屬片去登記 所以後來呢 才能夠 當然就是公佈的時候 當然很開心 然後後來就是 2018年的時候發生了公投 那公投有沒有看到 十個案子 那就五個案子呢 跟這個所謂的同步法案有關 那當然最後呢 就是 就是 同事方呢 當然就是大拜 大拜大拜 跟民進黨也一起 一起大拜 那這個呢 最主要的就是在講的就是 你不能夠用民法親屬片來改 你怎麼用專法 所以後來呢 才會變成呢 這個748號的施刑法 另外反同方說 你不能夠用婚姻這兩個字 那不能用婚姻這 怎麼辦 那也不是用伴侶寶 伴侶寶是同居啊 所以最後就是 發揮台灣的理創 就說好 那就把 施法律是748號施刑法 那大家能理解 所以就變成 第一個用這樣的法律能通過 那當然施刑法裡面呢 就是讓民進黨 他們可以去結婚 但是他們不能夠去收養小孩 然後呢 一起就是跨國的 你國家沒有錢的人 也不能夠結婚 那然後呢 也不能夠做人工升職 那也沒有因親的關係 那這樣的關節的部分呢 那當然在最近呢 我們又有一個圖 但至少他們可以結婚 所以大家很高興 那這個部分呢 現在就是 在2020年 就是今年1月的時候呢 那這個洗天院 這邊就是 內政部呢 就是可以實際上 跨國的婚姻呢 他們是可以 依照就是 如果你的國家不只結婚 然後在台灣結婚 那不能夠結婚 這個國家不不許良心 所以讓跨國可以結婚 那另外呢 就是讓 配偶他們可以去共同收養小孩 那這是我們最近的一個進展 那當然 最後呢 就是我們的 蘇月娥講說 讓台灣能夠成為一個 互相尊重彼此而善的一個國家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短片 就是這個爸爸呢 他發現他的女兒是同事 然後呢 非常的焦慕 然後不曉得怎麼辦 然後去翻篇各種的書 結果最後呢 他發現的答案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愛跟堅 只要他把心放下 有什麼事情都不是 都不是問題 因為他永遠是一個女兒 所以呢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答案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那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